PPC60价钱是105,minimum selling price105一样是产家规定的 最大是去到XL而已,属于一个cargo pen的版本 上一次是白跟黑,这一次就我做了这个深蓝色,来自T2000的 前面拉链加扭扣,左右两侧口袋是functional的 后面的口袋一样是functional 然后裤头,裤头后面整排是这样 rubber elastic的 这一个cargo pen呢,它就只有一个口袋在左侧,不管左侧一个口袋而已 所以之前,所以买了那个cargo pen,黑和白的很喜欢那个版本的话 可以考虑带走我现在身上这个版本 面料不用多说,很舒服很凉爽的就对了 基本上T2000牛仔面料,它的面料会跟其他厂家的不一样 所以它为什么它价钱会比较高,整体还穿起来啊 你穿,你出去大了天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热 它是很透气的那个面料 跟着助理的尺码下单啊,这个款式助理是穿M size OK,助理是穿M size啊,一下子啊 一下子啊,对,来,快速的 只有Loyal Blue里面的颜色是这样子 Lyla purple啊,就是粉纸粉纸色啊,只有Loyal Blue啊 它里面的颜色是这一个色,其他的都是cream和batch啊 OK,其他都不是cream和batch 我现在身上这个牛仔裤啊,来自T2000的 不是高腰或者是低腰,就属于一个正常中腰的腰尾 OK,你的臀部会很长啊 臀部会放到100 不会啊 可以到100 它就是穿一整宽松啊,不是穿贴贴的啊 不是,我是说你穿会很贴的 不会啊 你自己看啊 到100 OK,只有一个色啊,这一期谁要找T2000的牛仔裤 就只有这一个款 然后裤管这边是,它是属于这种joker款 裤管这边是这样子有rubber elastic的,不是裤管啦 裤脚这边是这样子有rubber elastic的就对了 PPW Black M还有吗 想不到呢,应该是没有了 PPW 22,我印象中应该是没有了吧 一下子啊 啊,没了没了,confirm是没了 OK,剩下最后一件xl4是谁放我飞机的,OK 一下啊,给他改一下资料吗 改一下资料吗 来,这一期啊,属于要这个啊 T2000的啊,就只有这一个款式而已啊 只有一个款啊,OK 啊,它是属于深蓝色,OK P,什么特料,PPC60 这说明啊,这裤子啊,因为它是裤头可以拉伸 基本上就是说,我建议你们都是绑腰带啊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拉伸,虽然你看我们穿贴 可是我们拉有空间,叫拉底部说大弹力啊 我们尊上尊下,它我们就飞飞的,因为它向下滑这个款式 OK,那么给那些卡码的物理能接受贴身啊 多一个2-3cm 为什么不拉伸下有这么多的空间 OK,看到它掉可以拉伸啊 所以说卡码的,OK 像在个2-3cm,要能接受贴身是可以啊 跟我的尺码的话,APP就好了 我是穿着M-Sign 我穿M-Sign,腿部是不会跌 因为我的腿部是96 这个腿部是超过100佳 所以我穿上去,腿部这边是还有比较多的空间啊 所以说贴两价牛仔,如果是说你找的之前错过了的 还是你一自己来找的贴两价牛仔 这个款式,这一期的话,强烈推荐你带走 然后价钱105是有厂家规定最低的卖家 虽然贴两价的卖家都是有厂家规定最低的卖家 OK,就是105佛这个款式 然后给那些说,这个呢 它的扣款就不会说是贴的那种啊 它是取一个宽松,OK 比较宽松 只是说SI,因为它看起来可能会比较贴 SI也要贴一点点啊 M来讲,它的宽度就会比较多啊 这个款式,身高,然后1600啊 穿起来是到找款式的长度了啊 所以说,找着贴两价的不要错过 因为它加的款式,我们确实是 比较少,比较少 可能每个月贴的款式是一到两个而已 所以说,找着贴两价,你是贴两价 你不要错过这个 款式是纯新的,之前完全没有过 颜色就是非常深的一个深蓝色 可能有时候你觉得它一直不是啊 它是非常深的啦 对啦,深蓝色,OK 深蓝色,PPC60 价钱是105 所以之前去买了那个黑白的 喜欢这个版本的带走吧 因为上次呢,是没有蓝啊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深蓝色,OK PPC60 我是穿着S,然后助理是穿M size,OK 没有的话,我就换下一个款 下一个款是真质上衣,OK 另外一个比较class size的真质上衣就对了,OK 真质上衣,颜色,6个色 是 是